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鲜餐最吸引我的是吹筒 吹筒子是要晚上出去釣的 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到8月之后都没有 但我们来不出去釣,只有一大早就来这边 跟着一位餐厅的大佬买了吹筒子 但是现在的鱼饭还没开工,大佬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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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钓是合法的,不关于有缘的事 不关于有缘的事 很高兴的海鲜,每一道东都会和海鲜是相关的 这款就是让催筒 因为刚才和朱大哥沟通过 他是为东人 客家仍然,客家仍然一切 印象所及,好像吃过,好像没有吃过 吃过才算,各位我不客气 最大的好处是那份满足感 满足感是什么? 满足感是当你一口吃了后 咬到口汗满一满,开始咀嚼的时候 外面的皮是脆脆的 猪肉的口感再出来了 满足感是一种用鱿鱼皮做的饺子 满足感 我要脆脆的衣个 少许准备 满足备 我 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请教你做一个海胆烤蟹盖 大概20分钟 蟹要蒸熟 肉和海胆一起烤熟 大概20分钟 其他地方应该没有 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菜 这间餐厅是很便宜的 你说跟那边的鱼排比 和再走开的大酒楼比 这家餐厅是很便宜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海胆烤蟹盖 38元一件 羊烤筒、豉油红烤筒 还有白灼烤筒 都是58元一例 大排档的价格 这个不太適合我 我喜欢吃鲜烤筒 这家餐厅有两大好处 是让我推介它给你 第一就是 它是真的做到大排档的价格 但有酒店的环境 出品相当可以 第二个推介的原因是 它很近一个弯岸 海鲜可以很新鲜 其实它后面有一个 龙家乐的半山腰 有个鸡肠 刚才我去看过 在那里有酒地鸡 这边做泥菇鸡 各种都会很好吃 还有一个原因 那边就是 车厂尾 20分钟车程 下次过来旅游的时候 不妨可以过来这边 试一试 那边叫做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 是一个很正豆的吃货 有些很正豆的铺子 推介给我们的说话 很希望你可以关注一下 品成记的微信公众号 在后台留言给我们 亦都很希望 你关注我们 品成记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看完视频 有点广告 赞赏下作者 我们是会有收入的 多谢各位 服装赞助方面是NFL 最后请你记住 姚大秋去吃光全世界的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